第1082章 取宝 整座神物山脉皆是在此时剧烈的颤抖着 在那山脉的深处金光喷附而出 而金光最为浓郁的地方 一座洪荒古殿缓缓的出现在了 那无数道异常贪婪火热的目光注视之下 神物宝库 那便是神物玄天殿吗 林洞也是望着那座笼罩在金光当中的洪荒巨殿 眼中破有一丝震动这色 他能够从那古殿当中感觉到一股极端古老的波动 那种波动古老犹如洪荒 璀璨的金光犹如液体般在古殿之外流转 那种金光看似薄弱 但林洞却是感觉到一种无可摧毁之感 神物宝库终于出现了 此时那漫身遍野 无数道身影犹如蝗虫一般掠上半空 目光灼灼地望着那古殿 各种嘈大之声也是在此时强盛到极点 林洞目光瞥了眼四周 发现那些各方人马已是蠢蠢欲动 就连雪龙殿 金元山 以及雪雕洞这三大最强的势力 也是有了一些动静 显然在神物宝库之下 就算是那三尊大妖帅 也是无法保持心境如水 大哥 那神物宝库无人能够进去 不过每次开启都会有着神物飞出 到时候我们若是发现有不错的 并可以动用古神牌的力量去夺取 小炎在一旁倒 不过因为神物 仅仅只能使用古神牌才能夺取 所以一旦我们成功获得 就得小心一些 灵动目光微闪玄机点点头 如今这里亏是神物的人如此之多 但古神牌就那么十来枚 一旦神物被从宝库中夺取出来 那必然会有人眼红 就没人试过枪形破开这神物宝库吗 灵动望着那漫身边也眼睛泛红的强者 突然问道 虽然他知道 玄天殿相当的强横 但来到这里的强者如此之多 合力之下 想来也会是相当恐怖吧 有试过 在神物宝库刚出现的那段时间 就曾经有势力 联手试图破开神物宝库 但最后不仅没有破开宝库 反而自身的人马被镇死了十之七八 出了一些实力极强之人 其余的人死得干干净净 后面的陈童接话道 所以到现在 基本没人敢对这神物宝库应来 即便是那三尊打妖帅 灵动文言眼中不由地略过一抹惊色 虽然早知道这玄天殿肯定不弱 但没想到这么变态 这样一来的话 更是令得他心头发热 这一等神物可不能落到了那天龙妖帅的手中 自灵动几人说话间 那山脉深处的金光也是浓郁到了一种极致 那座古殿也是彻底的稳固在了那片大地上 那种古老的蛮荒之气 犹如横骨如此令人心生畏惧 大地的震动已是逐渐的平缓下来 古殿静静的矗立着 这也是令得神物山脉中变得安静下来 不过那一道道粗重的呼吸声 却是暴露了这种安静之下所涌动的可怕暗流 临动黑眸凝视者那座古殿 片刻后其瞳孔猛的一缩 只见得那座古殿的周围所弥漫的金光突然大胜 金光犹如药日在山脉当中生腾而起 一道金色光合猛的自古殿当中射出 然后弯曲下来 犹如一轮金色光圈出现在古殿之上 金色光圈飞速地流动 下一哨竟是有着无数道色泽不一的光团 在那光圈之中浮现 一股股强横的波动也是自其中散发出来 神物出现了 随着那些光团的出现 这片山脉瞬间沸腾起来 无数道目光变得通红起来 大有逐渐变身为野兽般的迹象 金色光圈高速旋转 无数道光团在那光圈之中随之转动 而随着这般的高速转动 只见得那一道道光束突然自其中爆射而出 当那一道道光束从金色光圈之中射出来时 这片神武山脉终是彻底的暴动 先前还压抑的人也是在此时暴略而出 那蝗虫般的身影颇有些遮天蔽日的迹象 一道道光束掠出 在那光束当中还隐约可见各种形状的东西 而每一道光束掠出 尚冲不出千米的距离 便是被黑压压的人群淹没 再接着便是疯狂的争抢 原力喷破间尽气肆意 凄惨的叫声也是在此时在这山脉山空 翔彻而起 想要从那众多窥视之人中抢到宝贝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座山头临动仍眼望着眼前这番疯狂的争夺 确实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 那些从金锁光圈中窜出来的 仅仅只是罪刺的东西 甚至连神物都算不上 不过即便是罪刺的 也是能够配尾寻常的天洁灵宝 这对于很多人而言依旧算是宝贝 所以会引起这种血拼也并不奇怪 真正的宝贝还在那里面呢 灵动目光紧紧的盯着 那在远古之殿上旋转的金色光圈 在那之中时不时的 有着一道道异常耀眼的光团 不过他们似乎是因为金色光圈的束缚 无法突破光圈 因此仅仅只能在其中四处乱窜 神物山脉的骚乱还在持续 而且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光束 从那金色光圈之中射出来 这种骚乱还在迅速的加剧 一种浓浓的血腥味道 不知何时笼罩着整座山脉 林洞以及雷渊山的人马 便是在这种混乱的洪流中 安静的处立在这座山头上 与他们相同保持安静的 还有着其他妖帅势力 以及一些同样在寿战雨当中 排弹上号的 这些人的眼里同样老辣 这些寻常的领宝 可入不了他们的眼睛 这种等待持续了足足十数分钟 突然间那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上 一道身影猛的略出 此人身体相当壮硕 浑身肌肉游如铁嘎大一般 肌肉主动间 有着爆炸般的力量绽放出来 那是蛮牛腰帅 实力不弱于取终 小鹰望着那道身影出声道 林洞微微点头 目光却是盯着 那蛮牛腰帅动也不动 此时的后者伸悬半空 大手一握 一枚古神牌便是闪现出来 旋即其手掌一抖 古神牌便是化为一道 暗金色的光带呼啸而出 快若闪电般的射进那金色光圈 那道暗金色光带 一冲进金色光圈便是突然崩直 所有人皆是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一股狂暴的极点的能量 沿着光带自那金色光圈之中冲出来 然后狠狠地轰向那位蛮牛腰帅 那蛮牛腰帅健壮也是一声冷哼 浓郁到灰暗的光芒 自其体内呼啸而出 本就强大的身体 也是在此时膨胀了一倍之多 旋即他大手一抓 一抖 那金色光带便是弯曲着倒射而出 而在光带自那金色光圈之中倒射而出时 那其顶端一时缠绕上了一件黑色巨斧 巨斧之上布满着古老的纹路 一种强横的波动散发而出 无数道目光望着 那散发着不寻常波动的黑色巨斧 顿时爆发出充满着贪婪的哗然声 他们都是能够感觉到 之前那些射出来的光鼠中 所蕴含的灵宝与前者之间的那种巨大的差距 那蛮牛腰帅见状也是大喜 身形略出 一把抓住那柄黑色巨斧 旋即磅礴园里抱涌而出 目楼熏光的望着 那周围忽视眈眈的人 而他那些麾下也是迅速略来 将其团团护住 这般阵仗方才将一些心生贪婪之人震慑下来 毕竟要抢一名腰帅的东西 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那家伙运气倒是不错 竟然成功地收取了一件神物 小炎收回目光有点差异的大 林洞点点头 那金色光圈当中充满着异常狂暴的能量 即便是有着古神牌所化的光带穿进去 但大多想获得什么神物都只能凭借运气 毕竟根本没人能够在那种 狂暴能量充斥的光圈内 收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一切都得看运气 随着那蛮牛腰帅出手有了收获 其他的一些腰帅也是有些按耐不住了 在随后也是忍不住的出手 其中还有着那曾经与林洞交过手的白寿领的腰帅行尸 不过这些丫头的运气显没有蛮牛腰帅好 手中光带冲着金色光圈一番搅动 但带着光带收回时却是空空如也 这也是令得他一张面色异常的铁青与愤怒 林洞见状也是暗感好笑 旋即他目光瞥了一眼天龙腰帅那三尊大腰帅 他们三人目光紧紧的盯着那旋转的金色光圈 在他们的轴身有着奇特的波动在散发着 显然他们都是在各使手段 查探那金色光圈之中最值得出手的宝贝 林洞双母为咪以时将视线转回金色光圈 心肾微动精神力悄然涌出 最后冲出 而当他的精神力在接触到那金色光圈时 便是被搅得支离破碎 不过这般变故确实并未让得林洞失望 反而是淡淡一笑 那些被搅碎的精神力 竟是如同蝗虫一般涌向的金色光圈 这段时间的精神力苦修 显然是让得林洞对精神力的掌控 远远的超越了从前 精神力无孔不入的侵蚀着 虽说经历了重重失败 但最终还是有着一丝精神力趁着间隙 窜进了那金色光圈 而后其中的动静 也是被迅速地反馈回了林洞的脑海当中 林洞微秘的双眸在此时突然睁开 那眼眸的深处终是生起了一抹饶有兴趣之色